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 苏花公路台九县重德段163到164.4公里 有两处路段 昨天晚间9点多是发生了土石流的情形 十多辆车子只能够先在重德隧道里等待通车 索性经过公路局及时抢修之后 已经在昨天晚间十点半抢通 十多台车子只能在重德隧道内等待抢通 还有民众索性抱着孩子下车 查看前方路况 受到大雨影响 苏花公路台九县重德路段163到164.4公里处 有两个路段昨天发生摊峰 土石流阻断路面 连带通行的车辆也被迫停下 大量泥流冲进柏油路 往返驾驶互相闪灯 按喇叭提醒前方路况 索性没有酿成更大意外 警方先在148.8K中原隧道北段口执行封路 禁止南下车辆通行 公路局也及时进驻抢修 顺利在晚间十点半抢通 因为在零四零三强震以后包含最近的一些不断的鱼震 除了一些鱼震以外 沿蟹有一些比较破碎的部分 再加上我们有一些短时的一些大鱼 它会有一些侵蚀 G0403花蓮墙震后 当地已经出现将近一千五百次大小鱼震 苏花公路土石松软加上雨势 很容易出现土石流阻断交通的情形 公路局呼吁用路源墙降雨期间 要避免进入山区道路 既有温家凯主放置无期称 综合报道